大家好,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一名派Q&A第10集 那我們今天跟大家聊什麼話題呢 主要就在於不新鮮的咖啡豆 因為其實大家都很喜歡問這個問題 就是學長如果有些豆子 它好像放比較久了 有點不太新鮮了 我該怎麼處理 那當然學長 埋心而論 還是希望大家的豆子都盡量保持新鮮 因為咖啡豆其實就是一種生鮮食品嘛對不對 隨著你的時間越來越久 其實它的風味是會遞減的 所以呢 如果能夠趁新鮮喝的時候 盡量新鮮喝是比較好的 但是當然我也知道說 大家總是會有這種狀況嘛 不小心放太久了 或是說什麼什麼狀況都有可能 那我們怎麼辦 我們能不能讓它也仍然保持好喝呢 好 那為什麼不新鮮的豆子會比較不好充足 它不容易出味道呢 除了它真的風味已經有點喪失之外 另外一部分就是因為 隨著時間越來越久 它的空氣會越來越少 而且呢 咖啡的油脂會浮在你的豆子的表層 導致於呢 它更不容易吃水 那這個時候呢 你在做悶蒸的時候 或是給水的時候呢 尤其在前半段 那時候粉還比較乾的時候 非常容易就有穿粉的現象 穿粉其實就是說 我的粉 它沒有足夠的能力去把水吸到豆腥裡面 等於說你的豆子就外側是吃到水的 內側是不夠水的情況之下 你的咖啡的物質就融不出來 就顯得好像沒有什麼味道 那不新鮮的豆子 本來就味道就已經比較貧乏了 再加上你又不吃水 它是不是就更為貧乏了 所以就會導致於說 不新鮮的豆子就會蠻難喝的 OK 那如果我們要在這個情況之下 要想辦法讓豆子還是比較好喝怎麼辦呢 第一個部分就是關於 我們要想辦法讓豆子呢 能夠恢復它吃水的狀態 那比較簡單做的做法呢 其實就是在悶蒸的時候呢 我們盡量把給水變得比較輕柔 變比較小 甚至於我們用多次的手法去做悶蒸 譬如說原本可能一口氣可以給 30cc 40cc的水做悶蒸 但是你可能要改成 我可能給20cc 觀察一下 再給20cc 盡量不要一次給太多的水 因為這時候豆子已經不太會吃水了嘛 所以我要給小水讓它吃進去 然後並且你要確定 即使是你覺得 哇今天好像很誇張 我已經給了60cc的水 好像比平常悶蒸的水量大很多 但是 與其讓它不吃水 那你後半段充足很失敗 不如就是你悶蒸的時候多給點水 這個是一個先後順序的問題 因為你只要它不吃水 你就後面基本上就是難喝的 所以即使是你悶蒸 哇我今天悶蒸悶了三次 甚至悶蒸斷水斷了四次 我給了五六十甚至七十的水 但只要能夠確認說 你只要豆子有吸到水 可以看到豆子的粉跟粉中間呢 是有含水的 就代表說它的豆腥已經吃到水了 後半段充足的好喝度都會比膩 一樣化葫蘆 就更用老套路 40cc 30cc的水去做悶蒸 但是沒有吃水來的好喝 OK齁 所以在這種死馬當火馬一的情況之下 還是建議大家齁 認真觀察你的粉面 就給水 少量 輕柔 多次 確定粉塵都吃水以後 後半段的充足 就會恢復你平常的充足 那還有另外一個方案呢 其實就是破腐乘舟的一種方案 就是 你給水以後呢 就是用湯匙 用你的攪拌池 用湯匙都可以 去增加 去攪拌你的水 讓你的水強迫它進到粉裡面 那這時候要特別注意喔 其實攪拌的部分 你的力道 是要蠻用力的 就是你要用力攪 不是拌一拌的 因為你的咖啡粉 這時候已經不太會吃水了齁 所以如果你只是這樣 簡單拌一拌 它也還是不會吃水的 所以你在給水的時候 不要忘記喔 要用力的 試圖的去讓粉跟水 能夠盡量的做結合 然後呢 你如果真的攪拌成功的話 你會發覺說 我的粉好像有吃到水了耶 所以有吃進去的時候 它的顏色啊 油脂的顏色 釋放都會比較正常 這時候你後半段 在給水 推粉 中間注水 或是用其他手法來說呢 你的味道都會比較正常 OK齁 所以以上兩件事情 我們都知道說 其實都是為了讓粉吃水 而使用的一種措施嘛 所以請大家呢 也不要 過分的 一定要根據某一些規則來做 譬如說悶蒸一定要30C 或40C的水 其實這是一個 通論 但是碰到這種很特殊的狀況 就是你豆子就已經不新鮮了嘛 就已經不排氣了 就已經不吃水了 你還要用通澤來做的話 是不是你的風味 一定就是不好喝了 OK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 觀察好你粉的狀況 你才會去了解說 OK 此時此刻我們應該要用 什麼樣的手段去救你的 咖啡豆囉 OK 那好 我們今天的硬派推文A 我就收到這邊為止齁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學長會來為大家解答囉 OK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